第九章何处不相逢 哼有趣有趣 阁下的确有趣的很 雕球上居然还长着眼睛 我这雕球上若是没有长眼睛 又怎会看见阁下的宝剑 又怎会躲得过阁下自背后次来的一剑呢 两位都在说笑 藏剑山庄的少庄主 固然绝不会在乎这区区一柄剑 但兄弟你又怎会在乎区区一剑雕球呢 原来这位就是游少庄主 不错 游兄不但是藏龙老人的宗子 也是当代第一剑客天山雪英子前辈的唯一传人 两位正是一石之鱼亮 此后一定要多多情敬情敬 哼 情敬倒不管 只不过这位朋友高姓大名 游兄原来还不认得我这位兄弟 他姓李 叫李循欢 放眼当今天下 只怕也唯有我这兄弟够资格和游兄你交朋友了 外面那人是谁杀死的 除了我还有谁 是你 我怎么该想到是你 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血腥气 那人该杀 你可知道他是谁 只可惜他不是梅花道 你既然知道他不是梅花道 为何还要下毒手 我虽也不想杀他 但也不愿被他杀了 无论如何杀人总比要被人杀好些 他先要杀你 平白无故他为何要杀你 我也觉得很奇怪 正想问问他 只可惜他不理我 你为何不留他的活口 我也很想留他的活口 只可惜我手里这柄刀一发出去 对方是死是活 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控制了 你既已出关 为何还偏要回来 只因为我对赵大爷想念的很 忍不住想回来瞧瞧 好好好 这是你的好兄弟惹下来的祸 别人可管不住 有话好说 大哥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对付一个梅花道 已经够头疼的了 如今再加上个轻魔一窟 谁还受得了 不错 我杀了一窟的爱徒秋毒 一窟知道了一定会来寻仇 但他要找的 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而已 赵大爷 你又何必担心呢 秋毒三更半夜跑到这里来 显然也没有存着什么好心 兄弟你杀他 本就杀得不远 他若被我撞见 我只怕也要杀死他 赵大爷毕竟老了 脾气越来越大 胆子越来越小 其实一窟来了又有何妨 在下也正好见识见识 明满天下的炭花飞倒 其实阁下若果有此心 那就并不一定要等一窟来了 哎 兄弟 你这又是何苦呢 就算你瞧不起他们 不愿和他们交朋友 也不必得罪他们呀 他们反正早已认为 我是不可救药了 得不得罪他们都一样 倒不如索性将他们弃走 反而可以落得个眼前干净 朋友多一个 总比少一个好 但世上又有几个人 能不负这朋友二字 像大哥你这样的朋友 无论谁只要交到一个 已足够了 好兄弟 只要能听到你说这句话 我就算将别的朋友 全都得罪了 也是值得的 这些年来 你的咳嗽 大哥 我现在只想见一个人 谁 是不是灵仙儿 大哥 真不愧是我的知己 我早就知道 你迟早忍不住想要见他的 李寻欢若连天下第一位人都不想见 那么李寻欢就不是李寻欢了 但你若想到这里来找他 却找错地方了 自前天晚上的事发生之后 他晚上已不敢再留冷香小柱 哦 这两天晚上 他一直陪着诗音在一起 你也正好顺便去看看诗音 哎 他究竟是个女人 你就算去安慰安慰他又有何妨 哎 其实 他也不是不知道云儿的可恶 绝不会真的怪你 但我们既已来到这里 不如还是到冷香小柱去瞧瞧吧 说不定那林姑娘现已回来了呢 也好 看来你今晚上若不见到他 只怕连觉都睡不着了 十年了 也许已不止十年了 有时时间仿佛过得很慢 但等他真的过去时 你才会发现他快得令你吃惊 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天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天好像也在下雪 我 我怎么会忘记 我记得那天我们两人几乎将你家的藏酒都喝光了 也是我唯一看到你喝醉的一次 但你却硬是不肯承认喝醉 还要和我打赌 说你可以用正海将度工部的秋星八手写出来 而且绝对一笔不够 我还记得你用的就是这支笔 我也记得那次打赌 还是我赢了 但你大概未想到过了十多年后 这支笔还会在这里吧 笔虽然仍在 真爱已换了主人 说来也奇怪 林仙儿好像早已算准你要回来似的 虽已住到这里好多年了 但这里的一草一木 他都未懂过 他本不必如此做的 我们并没有要他这么做 但他却说 四爷 龙四爷 我在这里 什么事 秦大少爷似乎不对了 所以秦老爷子 请龙四爷快去看看 我还想在这里看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本是你的地方 就算林仙儿回来 也只有欢迎的